王小五被外公牵着下班 网友说像牵猪一样 肚子都笑疼了 事情是这样的 这天高温 熊熊都被收回去了 而小五自己偷跑出来营业 不停玩着滑滑梯 自从失去飞机后 小五对滑滑梯可谓是情有独钟 由于天气实在是太热 怕小五中暑 外公拿着食物就过来了 果然看到食物的小五 一直追着外公跑 这招果然很奏效 就这样 没多大会 小五就跑到了门口 然而在门口他却停住了 本以为他会吃嫩竹 结果咬上了竹条 外公放下东西后 顺势拿起了竹条 而小五也不放口 从这个角度来看 像极了外公用绳子 牵着小五下班一样 而这一幕 也是令现场游客 哈哈大笑了起来 说外公像牵猪一样 给小五牵了回去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又出意外了 趁外公不注意 小五又又跑出来了 还是在那个熟悉的木架上玩耍 这次外公没有灌着小五 一搂一抱 就给小五抱了回去 也是说小五现在还小 不是很重 要是像蒙兰 零岩那般大 外公可抱不动了 回到室内的小五 因为没有玩尽性 即使吃着外公 给他包好的嫩笋 他也是食欲全无 甚至还给损损吐掉了 果然大人带小孩都是隔背亲 看到小五不吃损损 外公又送来了苹果 据我估计 外公是怕小五扶着墙壁哭泣 就像当初小五扶着树枝哭泣一样 继小五同时大飞机后 今天他终于洗涤了爱车 事情是这样的 今天长安起源宣布正式终身任养莽小五 金主爸爸出手大方 现场直接送了小五一辆定制爱车 就连妈妈盲仔也有大蛋糕 随着主持人话音落下 莽小五被奶爸抬着登场 可谓是排面十足 接下来也是仪式感满满 在奶爸的帮助下 小五亲自打开了金主爸爸送来的爱车 哈哈 就连上车都有奶爸亲自服务 刚开始小五还有点拘束 面对爱车不知所措 但很快他就适应了起来 先是对着爱车打量了一番 确认过眼神是心中喜欢的那个爱车 而妈妈盲仔 也跟着小五享受了一顿丰富大餐 放在平时 小五早就抢妈妈的食物去了 但今天小五的关注全在这个爱车上 从此刻起 小五正式成为了长安五少 看到儿子玩得这么寂寂 盲仔顿时觉得手中的蛋糕也不像了 他先是有模有样的 在四周打量了一番 随即爬在车前 仿佛在对着儿子说 你让开一下 妈妈来玩一下 不等儿子答应 盲仔强行坐了上来 然后坐在驾驶位 高兴坏了 最后母子俩还抢着要玩爱车呢 双熊棒地走 谁让谁是狗 大熊猫豆瓣用身体把门堵着 不让弟弟朝天交出去 把我肚子都笑疼了 有句话怎么说的 一个巴掌拍不响 小时候的两熊 就因为这个门大打出手 小时候是弟弟堵姐姐 不让姐姐出去 姐姐豆瓣好不容易挤出来后 气得他来到门边 就想开门越狱出去 估计他是不想和弟弟一起玩了 打弟弟要趁早这句话一点也不假 纵观豆瓣和朝天交以前的视频 两熊战斗力虽然是五五 哎 但在门上 朝天交每次都要欺负姐姐 您瞅瞅 视频中朝天交还想给姐姐关起来呢 真的要笑使我了 他咋这么像人呀 关就算了 还用身体堵着姐姐不让出来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这天豆瓣逮住了机会 用弟弟的方法 堵着弟弟不让他出来 哈哈 这是走弟弟的路 让弟弟无路可走吗 有网友看到这说 我结婚的时候 请他来堵门就好了 于是其他网友评论道 你这是不想嫁了吗 哈哈 真是熊猫很有趣 网友更逗人呀 我们别扯远了 回到视频中来 看到姐姐不让自己出去 挤得朝天交咬住了姐姐 奶妈一看这情况 赶紧来到现场 看到奶妈到来 两熊心照不宣的 都朝着室内跑去 还不等奶妈吐槽 够半还向奶妈告起了状 话说南宁动物园的动物不正常 一半休闲 一半疯癫 就连大熊猫也不例外 起初我是不信 直到看到祭兰的操作后 那么的 我不信都不行了 视频中这只大熊猫就是祭兰 苹果就在眼前 它却整出做贼心虚的模样 中途自己还给自己吓了一跳 哈哈 它好会给自己加戏啊 这一幕 就像熊孩子半夜起来 偷吃东西 怕惊醒家长的视觉感 我发现既然有性格分裂症 吃东西小心翼翼 蹦起狄来 那叫一个狂野 挑最细的只 蹦最野的狄 他是玩嗨了 姨们可担心坏了 这屁屁一扭一扭的 像极了我兄弟的女朋友 蹦完狄后 这家伙又坏了一棵树 你以为他又有新的大动作 结果爬到棚顶后 直接开启了休闲模式 看到这一幕 网友评论到 美女熊这一刻 变成季兰道长 要是季大仙 再整上一壶酒就好了 喝醉之后 再耍上一套剑法 取名为季兰耍剑 说不定能名震江湖 当年历白很多家作 都是酒后创作而出 季大仙你说是吧 也不知道谁说了一句 季大仙有点胖 季大仙虽然修仙 但他也是女孩子 暧昧之心 季兰有之 赶紧从棚顶跑下 开启了减肥模式 怪不得 平时我只是说了一句 我兄弟女朋友有点胖 他气坏了 对着我就是一顿痛骂 看到季兰拼命减肥的样子 我终于懂了 说一个女孩子胖 那是直接扎了他的心 这只叫做朝天骄的大熊猫 太欠揍了 一关姐姐取乐 结果被姐姐一顿暴揍 那叫一个活该 这只正在关门的大熊猫 叫朝天骄 这天他早早出来后 就把门给关了 不让姐姐豆瓣出来 他又多找欠揍呢 你关就算了 他又给门给打开了 姐姐豆瓣想出来 他又不准姐姐出来 凭借男生利己大的因素 又给姐姐给挤了回去 然后 然后 他又又把门给关上了 好危险呀 姐姐的手都被夹到了 还好朝天骄虽然调皮 但也有情有重 请注意这里 豆瓣准备开门出来 朝天骄就用身体把姐姐挡着 果然大弟弟要趁早呀 要不然弟弟长大了 反而要被弟弟欺负 这两姐弟也是没谁了 一个门都可以玩个一整天 最后的最后 豆瓣还是出来了 看到抵挡不住 朝天骄怕挨打赶紧开溜了 就这样 豆瓣始终和弟弟保持着距离 在外溜达一圈后 豆瓣怎么又进去了 哈哈 朝天骄好皮呀 这里他还不准姐姐进去了 最后的最后 豆瓣还是进去了 这次他学聪明了 知道用脚挡着 不让弟弟给自己关了 就这样 两熊一个使劲阻挡 一个用力关门 给现场观众都逗得哈哈大笑 有句话怎么说的 叫做事不过三 因为弟弟的调皮 豆瓣最终还是没忍住 给弟弟胖揍了一顿 一个过肩摔 朝天骄好丝滑呀 就这么滑了下去 你以为事情这样就完了吗 双熊棒地走 谁让谁是狗的故事 每天都被他们上演着